Hello,大家好,这里是菜妞秒学会 本期视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使用PR来给视频添加转场效果 首先我们打开PR,然后导入一段视频 然后将视频拖入到时间轴 下面我们来播放一下视频 下面我们来给这段视频添加一个转场效果 首先我们需要对这个视频进行一下切割 首先按C键,然后鼠标会变成一把小刀 然后我们在视频的随机位置先进行一下切割 好,我就切割四段吧 然后在左侧的效果面板当中找到视频过渡 视频过渡下面就是PR自带的一些个默认的转场效果 我们这里使用3D运动效果吧 就做个实验 首先我们选择立方体旋转 然后向这边拖两段视频切割的中间 然后我再换一个效果放在第二段 然后再换一个效果放在第三段切割的部位 然后再来一个换一个到第四段 好,这个转场效果就添加完成了 下面我们再来播放一下 好,大家看见了吗?就是在这个位置 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3D的运动效果 然后还有在这个位置 有一个翻转的效果 这个就是视频的转场效果 好,这个就是PR自带的一些个默认的转场效果 好,下面做一下总结 首先我们打开PR 然后导入一段视频素材 然后将素材拖入到时间轴 然后针对需要转场的部位 我们使用C键来进行切割 切割之后 我们在左侧的效果面板当中找到视频过度 然后下面会显示一些PR自带的 一些个默认的转场效果 然后我们将转场拖入到切割的部位 这个时候转场就添加完成了 好,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收藏加关注 下期再见